嘿,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木头照的鱼,木鱼2 今天的挑战人物是 只用盒子的物资吃鸡 言下之意就是 只能舔盒子里面的物资 难道这把我要像小丑一样 要去舔别人舔过的盒子吗 不不不不,人机的盒子也是盒子 虽然穷了点 但是总比没有好 满地图的去找人机,概率太低了 说不定找着找着碰到玩家 我肯定是吃不了兜着走了 还是去守地宝 利用地宝来吸引人机过来 地宝的位置就在前面了 我看一下有没有刮鸡地宝 完蛋,好像没有人 不愧是飞到前面的房区了吧 转圈看看 有人机过来了 嘿嘿,天物绝缘之路啊 看看有什么好东西 UMP45加迷你 不错不错 现在我有一站之理了 这个人机刚刚明显不是冲着我来的 而是冲着房区 我感觉这个房区肯定藏着一个人 我说什么来着 厕所里面有一个人 躲在厕所里面 那我岂不是可以问中桌边了 嘿嘿,我要好好戏弄他 厕所里面好像没人 不应该啊 刚刚明明就在里面的 我去 还真是见了鬼了 真不在厕所里面 再看一眼 是真的没人 难道他会穿墙 还是什么灵异事件 还是赶紧走吧 来军事基地看一下有没有盒子 能舔一点长根生饭也是不错的 不过看样子好像没有被搜过 难道军事基地没有跳人 不应该啊 正好在航线上 我觉得应该是还没有搜到这里来 看来我的猜想是对的 人还在这里 他们不知道我的存在 我的身上有两把枪 悄悄地过去偷袭 打死一个 然后再消失 杀人红尘中 逃生白夜里 嘿嘿 跳动吧得 我要是现在过去了 他们岂不是少收了一个大厂吗 会少了很多物资啊 亏本的买卖我不要 还是回去守住待兔 他来了他来了 他带着礼物走来了 他来了他来了 他脚踏降游进来了 还有队友 再让他钓下鱼 快叫你队友来救你 他队友出来一下就进去了 救人的决心不够啊 要是你队友封烟的话 你就别怪我狠心失票了 只能怪你队友封烟 不能怪我 我再看看你队友 报仇的决心够不够 看来报仇的决心也不行啊 这么久了都不来和我决一死战 好像有一个小人机过去了 好机会 趁他打人机的时候 我悄悄悄悄的过去偷袭 不过怎么半天都没有枪声呢 实在是忍不了了 你一个小人机 居然敢愁鱼口多死 给我死啊 真是太过分 我就这么一个盒子 还要抢我的 剩下的那个人应该跑了 嘿嘿 舒服了 可以走了 接下来在跑毒的路上 淘汰了两个人 然后就莫名其妙地进入了决赛圈 就只剩下三个敌人了 前面有车身 看到人了 先往坡下跑 躲一下 一个拜佛枪法直接送走 还有两个敌人 我先舔下包 从来没有这么渴望舔包 居然有AWM 还有25发子弹 一发都没有动过 真是太可惜了 我要用AWM淘汰最后一个人 前面有人在跑 先用M76R解决你 再用AWM淘汰最后一个 嗯 就吃鸡了吗 不是还剩两个人吗 我看一下 原来有人被堵死了 好吧 不管怎么样 只用盒子的物质吃鸡 挑战成功 好嘞 那亲爱的小伙伴们 咱们最喜欢的视频 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小伙伴们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 拜拜